卢卢的含金量有多高 不光自己是美男子 还给我们生了几十个漂亮闺女和儿子 把美貌基因非常强势稳定的遗传给每个娃 她的娃就没一个长得丑的 阎王浩月 仓鼠脸银科飞云 以及狐媚子小白天 还有话妮 喜乐 以及去联姻的郑郑等 每一个都是美熊P子 卢卢上 能征服各路女熊 情情除外 夏能亲身教导男熊 他手把手教了五岗老弟快十年 终于让这老小子开窍了 强悍的卢黄 更是把中心全员上下都变成她的迷地迷妹 首先是何于一为首的严控粉丝 有人去何于一那里提到 曼月梅是否为也二代的问题 提了一嘴卢卢 何于一立马说卢卢是她心中最帅的男熊 说完觉得还不够 还得在评论里面 继续夸男神的帅气 婆妥的诗鸡卢粉 之前有游客听到两个工作人员 在讨论两只男熊谁比较帅 吵得没结果 最后他们一致认为还是卢卢最帅 中心还有一波饲养员是来磕卢卢CP的 有个奶妈接手了卢卢和双性锦竹的治疗工作 围观了卢卢如何用关爱和雄性魅力打动了锦竹 让锦竹自己选择成为了女熊 当她知道卢卢还喜欢喜妹 直言真有眼光 奶妈沉迷磕CP 像喜妹也有这样的声音 就是先不喜欢喜欢的声音 喜妹卢卢对着拿着研究的声音 而奶爸那些则被卢卢的泡妞手段折服 当时美剑发情 卢卢整日整夜寸步不离地跟着 各种嘘寒问门 生怕美西跟五岗跑了 最后抱得美熊龟 卢卢擅长音律 是跳舞高手 有一个饲养员说她给卢卢放音乐 卢卢会跟着音乐跳舞 瞬间把饲养员折服 当然了卢卢的暴脾气 更是专制各种不服气的两脚兽 有次卢卢要吃窝头 奶爸搞卫生不搭理她 卢卢立马掏手 把奶爸的衣服裤子都撕烂了 新来的实习生第一次在内圈看到卢卢压根不敢靠近 有一种上位者的压迫感 卢卢还是忠心小编们心目中的大哥 而喜妹 她们则称呼是大哥的女人 笑容了